我现在已经在南昌了 今天我邀请了一位宝宝带我去觅食 要买个招呼吧 他叫暖暖 今天专门从哪里过来 新鱼 对 然后他曾经在南昌带了五年 所以今天他带我去找一些他觉得南昌很好吃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第一家店的门口 叫老南昌粉面馆 我们一起进去试试吧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第一家店的门口 他叫拌粉 就是个最可以的吃最好吃的 说起南昌人的早餐 拌粉加瓦罐汤那就是标配 看似简单的一碗粉 背后体现的是多年练就的功力 油 盐 辣椒的比例十分重要 优质完美制作而成的南昌本地米粉也是关键 同样的做法在南昌上千家拌粉店中 却生出了千百种不同的风味 每家店都有小惊喜 感觉好浓哦 这个汤都是白色的 对啊 瓦罐汤嘛 天啊 太香了把这个猪肉味 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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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肉感觉也是 就是有处理过的很嫩的那种 它是剁的很碎的一点点给你 这个很香 这个里面好香的那种葱的味道 对 我刚刚看他拌那个感觉好像 我们在那个71便利店里面 有搞那个车载店也是这样拌 他这个炸酱里面也是以那个萝卜为 萝卜跟雪菜 对对对对 惊奇地发现这碗粉竟然不辣耶 我们昨天吃的那些粉辣到 因为我们没有加辣椒 辣椒要单独加 就自己加是吧 嗯 加的还挺好的 为什么这样是这么能吃辣的 听说四川那边能吃辣 是因为他们在盆地 不是比较湿 按照我奶奶的说法 小时候家里穷啊 必定要帮你辣椒下饭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 我们准备打分好了 1 6分 6分 果然本地人要求会高一点 因为我没加辣 对没注入灵魂 我就说吃吃 因为昨天在干州都被辣到飞起来 然后这个怎么不辣 这是今天的第一盒 要吃的现在一点 不然后面的话 情绪渐进是吧 对对对 不过还是几个的 这家店在南朝还是很有名的 很好吃的 而且又便宜 我被这个价格惊呆了 3.5这个粉 对 天哪在哪里找啊 这样的价格在广告3.5 最多吃个面包 而且面包你还就只能吃最便宜的菠萝包 而且它这个里面呢 又有花生 然后又有萝卜干 我发现张欣仁把萝卜做的很好吃 它这个里面的那个油 感觉是猪油吧 对我们这边我们炒蔬菜啊 都是用猪油炒的 好香 香到不行 就是稍微油比较重 可好吃了 可胖了 江西这边的粉都是比较细细的那种 会有比较粗比较细的 以前我们吃的都是比较粗的 但是粗的那种的话要煮很久 所以现在应该是改良了 所以现在都变比较细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到这里 我们准备下一家咯 第二家是万寿宫小凳臭豆腐 虽然暖暖不吃臭豆腐 但也愿意带我这个爱好者来尝尝 救命这么热的天依旧大排长龙 难道不值得为这份馋劲点个赞吗 没想到一个臭豆腐要等这么久 我们中餐哪个打散 对 太晒了今天 大崩溃了 早上我还说我不发晒 今天35度啊 吓得多 小份黑白双拼 5块钱一碗 外焦里嫩是臭豆腐的基本涵养 据说这锅红红的特制辣辣汤 才是他家火爆的秘诀 小料一家黑齐活 因为你不吃臭豆腐 所以只有我一人品尝 吃独食材是最美好的 太脆了吧 这个肉 而且它是这种小小块 炸的很厚 对 然后我这个这么多啊 才5块钱 天啊 这里面起码有10块 没办法排到那个老厂对不对 真的 我的天啊 臭豆腐精黄起 就弄我 和我吃过别的臭豆腐 什么长沙那种味道完全不同 嗯 太香了 那我们等下回去再排一遍 嗯 照外卖好了 太热了今天 刚刚我们刚才 感觉就是最晒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旁边那家肚子店也排在老厂那边 对 三五点子 它肚子平时也是排队的 大家都说珠宝街是一趟宝藏街 对 辣得非常过瘾 这个萝卜简直就是灵魂 担分也有萝卜 小吃也有萝卜 萝卜干 萝卜丁 萝卜块 主要是萝卜的口感太棒了 脆脆的 好茶吧 金好茶 你真的很会找点的 你在帮我Q流程 金好茶 这是我今天刚学的东西话 这个萝卜干我都不想放过 太入味了吧 嗯 这个臭豆腐我要给它打9分 这个5分是排队的 对 我的排队不退 所以是值得 作为一个臭豆腐大王来说 这个臭豆腐咱们吃得还对 现在还回味无穷嘛 必须要给它点赞 第三家是珠宝街的老四微汤 就在小邓臭豆腐前面一点 听说他家的鸭杂拌粉 波具特色 拌粉嘛 一日三餐都可下肚 瞧着鸭杂铺满粉面 色泽诱人 香味明显不同于早上的老男昌 今日第二半走着 好香啊香啊 这个粉一看就是又很软的那种 对 因为暖暖不吃汗水了它减肥 我快告诉大家 你去年减肥的功效 去年是168 今年120 太厉害了 减肥的患者就少吃就好了 你管住嘴就可以了 我是不行一天没有碳水 我都受不了我就会晕 我到那个饭点了 我就如过征赞了 这个毅力不会惊人啊朋友们 主要就少吃就好了 主要管住 味道不是很爱 就早上的 早上的就只有酱料 就没有其他的 这里面有好多鸭肠很脆 而且也挺便宜的 一个鸭炸饭粉 加一个肉汤14块 然后再加一个5块的臭豆腐 今天中午就 没20块就不到 对 我发现南昌人 做这种调料的味道真是一绝 这油都是炸过的 对 我对香醋的东西 就真的是没有抵抗力 我一吃辣的 就狂流鼻涕 这才脑都拿 这只是微微辣好吗 没有看到食品的辣椒 我要给这个分大 8.5分 因为它这个味道 和我吃的周珍珍 还有昨天在干州吃的 和今天早上吃的那家老蛋昌 都不一样 又是一个新的味道 哇 粉筋的收集库里面 又多了一种口味 惊喜连连 主要是它这个压杂和这个粉 交织起来的味道很搭配的 对 而且压杂看起来很入味 对 然后这个粉呢 好像没有早上那个那么油 所以你在南昌 一天三天吃粉都OK 真的 都吃到不同口味的闷 你觉得都是半个人 它还有汤的 细细暖暖 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零食 江西本地产的 那条哥哥 很震撼 对 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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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回酒店休息了一下 晚上的话 还有另外一位南昌宝宝 带我去吃东西 现在出发吧 好 前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的 梁子两室一厅 他已经在里面等我了 我们上去吧 一看就很震撼 15号桌在哪里 在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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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嘿嘿嘿 怎么出了 没有没有 他是叫方方 然后是南昌的本地的 哈喽大家好 吃完饭了才跟大家介绍他 都是对不起 哈喽 这里是没有派单的 然后直接都写在这个黑板上面 这个为什么叫两室一厅 他其实原来就是民居嘛 然后就改的 改的然后就是可能一楼 上来就感觉很不普通 对 然后你看他就是 这都是那种以前 可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那个格局嘛 第一道必点菜是由鲸鱼 多看一眼都闲流三尺啊 就是刺的有点多啊 有小鲸鱼刺 对 但是肚子上面这边看得太好 对 香死人了 嗯 他基本有点酸酸辣辣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就好 我真的没有再夸张 这个鱼惊艳到我了 来这里吃饭这个菜是必点的 绝了 他这个鱼肉 嗯 超级嫩嫩嫩 我自己蒸的鱼 常常那个肉都是老东西 那应该是蒸过了 我老是掌握不了那种 每次都是要把盖子打开 然后搓一下 看是行不行的 我有个时候也会这样 哇 太香了这个鱼了 好吃就好 我怕你不喜欢吃吗 我本来也是很爱吃鱼的人 握个手 他这上面有萝卜干 萝卜干 然后大生紫 我发现新疆 江西菜和萝卜离不开 对 拌粉里面也是萝卜 然后我昨天在干牛市炒大肠 也是酸萝卜炒 都很好吃 所以我在广州上面 人家说有什么特产 我说萝卜盐菜 是真的萝卜盐菜 其实我也好长时间没来吃了 这马上不是太胖了 就是觉得这个我不可以拥有 第二道必点菜是螃蟹饺 方方说里面放了酒酿一起烧 有点微甜又辣 师傅会提前把螃蟹饺敲碎 方便大家使用 贴心贴心 辣吗 还好还好 你可以接受的是吧 那就好 哇 你看我的天啊 我对焦了 我对焦了 我跟你说佳能就是这样 很乏人 就对焦了 你知道我以前在中餐工作的公司 就是这样 真的 这些咬人就觉得 哇你这个反应太好了 我跟你说 我本来就挺喜欢吃辣的 尤其是酸辣 我对酸辣毫无点错 真的 哇那我就真的就带对了 就本来就带到了一个胃口上面 昨天他们就说 一定要吃老三样 然后有的男生就说 不要吃老三样 是很多价的 对 哦对 就是这里你来了之后 你要一次性点菜 你如果要加菜的话 他一般都会告诉你 加菜要非常适合 等一个小时以上的那种 真的啊 他有时候就也直接都会跟你说 加不了菜 哇这样才对吧 就是可见生意好啊 它上面这些条料啊 也是精华 灵魂 方方说 一般都会点个光粉 菜吃的差不多 就把粉倒进蟹角里拌 再加上这个萝卜碎 美滋滋啊 这是绝对的 男人是真的很爱吃 我也很喜欢吃粉 你吃萝卜粉吗 吃啊 我真的会这种臭臭香香的东西 真的是爱不释手 你知道吗 榴莲那个面是很爱吃的 是啊 吃了这个感觉非常来难尝 吃了 聊着聊着 就忘记了打分的环节 嘿 这家餐厅是方方心中的YYDS 我也要给她打个9.5分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好吃 惊艳 不来后悔我跟你讲 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去 腾王阁 听说能背出腾王阁序 就可以免费上楼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仿街传说 但是我背不出来 全程欧嘴 说完这句话难常欢迎你 哈哈哈 难道分讲嘎 哈喽 早上起的比较早 还没有到和第三位宝宝约定的时间 所以我先来了这家岩山米粉 来尝一下他们家的招牌小肠米粉 Let's go 上期在赣州吃了一次岩山烫粉 念念不忘 就由宝宝推荐了这家 小肠猪肝粉 听说点了最多 卖相很不错哟 让我来尝尝味道如何 嗯 好啦 吃完了 刚刚店铺里面面积比较小 所以不太好意思大声说话 他家的这个码子我是非常满意 然后加上它那个汤头 我觉得真的是一绝 然后它的米粉很明显和我这两天在南昌吃的 南昌米粉是不太一样的 它会稍微粗一点点 口感会硬一些 可是因为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 口感稍微软一点点的粉 所以我今天给它打8分 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来试一下的 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去见第三位宝宝 看看他在我吃什么好吃的啊 哈喽 我现在已经到了 我和第三位宝宝见面的地方 郑丽露 郑江汤包馆 然后 我已经干什么什么事 他叫莉莉 我们现在进去尝尝吧 莉莉是在南昌独国的哈尔滨人 这家店是她的南昌同学推荐的 老规矩 拌粉一碗 再加一只蟹黄大汤包 一共18块 这家拌粉看起来还挺清新 藕片清叠 不知味道是否有新惊喜 赶紧试一下吧 你感觉这个粉跟你学校食堂的有什么区别 感觉这个粉很筋道吧 你味特别重 我昨天吃了两家拌粉 陶宜家的那个一碗才3.5 我惊带了 没想到这边的拌粉是这么便宜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 它就是素的拌粉 我们学校都得到五六块 真的 那我去拿一个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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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道的蟹黄汤包当然还是要去江苏吃 其特色就是皮薄如脂 吹弹即破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先喝汤吧 好烫 蟹黄的味道好浓啊 太厉害了 还会有这么多汤 把外面吸气 几乎都是汤 汤里面也不少油 因为它这个馅里面感觉有一半都挺肥的 好 好我们现在吃完了准备打分 很低 8.6 不是因为我觉得是第一家太高了 后面的就不好打分了 你看你 你这么跟那个甜甜一样的想法 这两天我已经吃了两个半粉 然后早上又吃了一个汤粉 觉得这家的味道中规中矩 然后粉的那个软硬程度也是刚刚好的 也不会太线 也不会太油 然后汤包 汤确实蛮好喝的 但是感觉里面那个肥肉味比较多一点 但是能看到里面那个黄色的那个蟹黄 蟹黄味还是很浓的 那这家店就先这样 Let's go 第七家是莉莉水煮 作为南昌一大特色的水煮到底是啥 方方说和麻辣烫有点像 但又非麻辣烫 这家店超级香的 要说区别嘛 水煮的食物 多数都是早已放在调好味的辣汤里煮好 既点既吃 比如豆制品 海带 肉类等等 点了两个人的分量一共34 价格还算清明 与麻辣烫 食材与高汤中煮好在调味不同 水煮讲究的是入味 不只是水煮 莉莉家的卤鸡爪和心肺也很受欢迎 我们可以看到水煮里面明显是没有红油的 看起来好像很清淡 其实吃一口会喷火 建议出厂者选微辣哦 感觉这个都麻辣烫很像 有辣味 立刻 感觉很诱人 就是想吃 他们说这个是地点 很入味啊这个地方 这个爪子是 而且要完全炖乱了 对 这个是心肺 这个是炸的 炸的肉 好像过年家里炸那些油醋 对 它的海带煮得也太烂了 完全 都不用嚼 对 这么大一个 看你们夹起来它就会断 对 对 你刚刚看他们原本地人 一人点一个那个绿豆汤冰的汤水 然后就吃这个 也不吃饭就这样 夏天的标配 我们也是 我就学它 这样子拿 我要带别人来这儿 我听过这家店一直没来 是吗 真的挺好吃的 这个汤很香 我们刚刚在店里相机就没电了 对 so set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一下 莉莉水煮的分 莉莉去吃莉莉水煮 好 8.6 主要是那个鸡爪很好吃了 对了它的胃口 对 它那个汤的味道就超级香 我们一进到那个店里面就没有味道 对 被那个香味震惊了 然后我们现在出来 我们身上全是那个香味 莉莉还说 下次一定要带她的同学去吃 对 一定要带来 真的很有南昌的负责 然后很谢谢莉莉今天 各地抽出时间带我出来 再去喝喝 这也是我在南昌这次旅程吃的 最后一顿 很开心 这两天和三位不同的宝宝一起 享受这些快乐的时光 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本场 祝贝 拜拜 好吧 那我们本站的行程就到此结束啦 好 我们下段再见 拜拜 现在要给大家学一下正宗的南昌话 那个什么真好吃 真好家 真好家 南昌菜真好家 对对对 对然后圆圆 圆圆圆圆圆喜欢什么叫 喜欢 圆圆喜欢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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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南昌 真假假 南昌 真假假 南昌 真假假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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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